树林区塔辽坑溪是树林区三府里的重要河川 山府里里长张志远上任之后 积极针对流域环境改善 打造优质休憩空间 今年再度入选新北市城乡局社区实作工程计划补助 协助里内工程所需经费 在计划启动仪式当天 包含立法委员苏巧慧 新北市议员洪家军 尿宜坤 及树林区长洪琼莲都来到现场参与 我们非常高兴在三府里这边系铁桥修复 让桃园新北的连结可以更紧密之后 那我们现在又找到了新的经费 能够把这个社区在河堤旁边的这段土堤呢 能够绿化的更漂亮 那我相信这一段这个步道呢 将来不但是大家散步休憩的好地方 甚至也可以用快走的 也可以做运动哦 欢迎大家都来使用 这边呢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苏巧慧委员 不管是我们桃拉坑溪的整治 甚至刚刚有讲的这个新的这个后面这个铁桥的这个搭建 那未来呢我相信还有很多的环境要改善 也非常感谢张志允里长有很多的想法 让我们地方能够更好 那三府里呢有他真好 一直以来志允里长就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 而且有创意的一个里长 那虽然是第一届 但是呢他展现了完全不一样 有别一般传统的里长的一个做法 那今天哦在于家军身后这边哦 真的就是整个一个团队 所累积出来一个初步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期待啊各界继续支持之下 我相信哦 三府里我们整体的一个树林都会更好 整个计划将沿着塔辽坑西畔 及三多国小之间150公尺长的花圃进行实作 透过民众任养花台上的植物 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 能够长期维护西畔的景观 三府里里长张志远表示 这项活动除了建立明确的任养机制 也促进里民们对于社区引造的投入更加的踊跃 今天这个计划叫做辅植域所 是希望可以在我们塔辽坑西畔 种植起一个属于植物的公寓 而这个公寓也是有在地的包含各种的协会 以及居民一起来认领 透过大家齐心努力 我们一起打到一个非常美好的 一个塔辽坑西畔的狼带 那也期待接下来在十周过程中 可以滚动更多的居民一起来参与 让我们这一个绿狼不单只是好看而已 更富有更很多在地参与的生命力 跟行动力的一些成果 塔辽坑西横穿三幅里 流域环境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透过本次社区实作工程 让里民们可以关心社区内的公共事务 并且主动参与 一起促进社区内的公共环境变好 三幅福之一所 是 记者已根基新媒体长报导